黄小姐你好,我是耳鼻喉科鼻科技術人员谢雅慧 今天你是因为嗅觉的问题来看着 我们待会来做一个嗅觉预止的检查 等一下我会拿这个东西给你闻 请你闻外奶瓶告诉我哪一瓶是有气味的 第一瓶 第二瓶 第一瓶 第一瓶 第二瓶 第二瓶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宾州大学嗅觉识别的检查 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化开来 它会散发出气味 请你选择一个最接近的气味 脂丁香 脂丁香 口香糖 好,我们的检查做完了 待会请你回到诊间再给医生看诊 好的 黄小姐,请问一下你是什么问题来就诊 不是因为感冒引起了我的味觉跟嗅觉 都闻不到了,完全失去了 这样的嗅觉的上司对你的生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 我所有吃的食物 以及外面所有的一切味道 我完全闻不到 包括瓦斯 我一样完全闻不到 那包括自己的大便的味道 完全闻不到 所以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 你来我们这里看以前 有没有去其他的医院看过 有,我在其他的医院有看了将近三个月 刚开始的时候 有稍微的好转 可是到后面的时候 一样完全一点味道都没有 那医生有告诉我说 他没有办法再医治我了 他只能这样 他叫我要接受这样 完全没有味道的 那我看你今天的报告 在我们这里经过这几个月的治疗 嗅觉功能已经有恢复了大部分 你自己觉得你的嗅觉功能 目前现在怎么样了 我来这里,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江医师 之前刚来这里的时候 一个礼拜内我就有发现 我的味道慢慢再回来了 然后持续治疗了这么一阵子 几乎 几乎我自己感觉 味道几乎都找回来了 食物的香味 还有食物的任何的味道 对我而言 好像已经快恢复像以前的原本的了 那除了我们给你的这个药物 治疗还有做这个嗅觉的附件以外 我们也请你去给中医师看 那请问一下 你认为中医师对你的这个嗅觉的帮忙 的情形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中医是做一个辅助的作用 对我来说帮助也很大 我有感觉这次 细医为主 中医为腐的一个作用 可能也提早让我闻到的一些食物的味道 所以我也很感谢中医那一方面的 江医师 他还有用针灸的方法治疗我 所以我相信我这次会恢复的这么快 是西医为主 中医为腐 来帮助了我 味觉跟嗅觉找回来了 恭喜这个黄小姐 你的这个嗅觉 已经慢慢再恢复了 那嗅觉这个上市 事实上他的这个原因有很多 包括有外伤 还有这个感冒引起的 还有像我们的慢性鼻竇炎 还有其他的原因引起的 那不管是什么 原因引起的这个 嗅觉的功能的上市 我们台中荣种这个 鼻二科都能够提供 最完整的这个嗅觉的检查 并且给予妥善的这个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杰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